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修卡跟12V 2.5A的电源 机器正面一个COM口 一个电源的按键 两个USB 3.0A口 一个Type-C口 一个HDMI口 一个DP接口 一个SIM卡的插槽 一个Reset的按键 背面有4个IR26V的2.5G的网卡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两个USB 2.0A口 和一个指示灯 好 我们翻过来看到主板 一个NVMEX2的接口 一个NGFF的接口 两个DDR4的内存 支持双通道 一个C.3.0的接口 和一个硬盘的供电接口 在测试之前 我们安装一个1T的京东清造的固态 和一个测试的单条16G的 4200的DDR4的内存 而7OS使用的CPU是奔腾银牌N6000 N6000是2021年Q1季度发售的 10nm工艺主打移动的产品系列 4核4线程TDP功耗6W 最高支持16G的2933的DDR4内存 核心显卡拥有32个EU核心 最高支持4K60帧的输出 支持AES新指令级 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 VT-X跟VT-D 由于使用这款小主机的用户 我觉得大概率都不会用到Windows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简单的先给大家过一下 Windows下的测试 单烤CPU30分钟 CPU的温度一直可以控制在50度左右 非常之平稳 最高功耗29万 VP9 4K60帧 本地视频解码非常的流畅 CPU的使用率在20%左右 同样的视频在油管上观看 CPU的最高使用率能达到100% 其他的参数在这儿呢 就不给它按键了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暂停看一下 新的外壳呢 比额绒不错 那可以带走更多的热量 那即便是没有风扇 Windows的烤机 也不会出现过热静频的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OpenWrt常用的加密算法 首先是AES 423346分 天地排行榜第五名 接下来是XX20 21810分 天地榜排名第七 最后呢是Chromemark 85854分 CPU功耗呢 最高在18万 软路由天地排行榜第四名 这里呢 我们没有使用超频 或者使用积雪的BIOS 也没有限制任何的功能 只是让设备敞开了跑而已 那么如果有小伙伴不需要 也可以从这儿去调整一下 你需要的功耗 去限制一下最高功耗 那么就可以限制速度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它的网络测速 广东电器1000兆 本地Speedtest测速 下载1156 上传127 B站测速 下载1118 上传112 油管测速 下载1023 上传121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网口的内网传输速度 测试机发送数据软路由接收2.36G 使用杠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2.35G 接下来我们使用杠P10的多线程传输 测试机发送数据2.38G 使用杠R参数软路由发送数据2.35G 基本可以满足2.5G应有的表现 这款N6000的整体性能实际上是优于N5105的 甚至可以比肩6005 比它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软路由天地榜的排行仅次于7500U 总分排名在第6名 它的Chromemark的评分 已经跟11代的i5 1135G7非常非常之接近了 它在加解密的方面也是非常之优秀 由于没有超线程 加解密方面的分数 基本也可以达到1135G7的大概60%左右 因为1135G7是四核八线程 而它是四核四线程 基础功率要低一倍还要多 跟其他的同平台的低功耗CPU相比 它的性能是目前最强的 又加上799的价格 还是非常非常之有性价比 在这非常可惜的是 就这个软路由它只有4个网口 而且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它的功耗是在16瓦到17瓦之间 使用U盘作为系统盘的时候 会在15-16瓦左右 另外这次的外壳导热效果非常好 CPU的温度也控制的不错 只不过外壳的温度就会稍微的高一些 建议大家添加散热风扇使用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由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麻烦给三连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让你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